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样的基础上 一直唱粤语歌的五颗月获得冠军早在意料之中 毕竟五颗月的粤语歌已经有了自己的标签 他的粤语歌都有自己的处理 都有自己的味道 再加上导师李克勤的精心选歌 更加凸显五颗月的音色优势 让五颗月在总决赛的表现一手比一手好 最后的最爱更是李克勤亲自作词 他对歌曲的理想非常深刻 并且把这种对歌曲的理解传达给了五颗月 五颗月唱的最爱真的很感人 画面感很强 再配上五颗月的造型真的是一种享受 至于五颗月在总决赛的表现来看 五颗月获得冠军实至名归 而更难得可贵的是 五颗月打破了三个定律 成为好声音史上第一次打破定律最多的学员 中国好声音举办了十年 前九年形成了很多定律 其中一些定律已经被学员打破 可是还有很多定律一直存在 前九年被打破的定律一共有三个 弹增尼玛打破的两个定律 在弹增尼玛之前 好声音有好几个定律 其中两个定律分别是 所有的好声音冠军都是素人 所以好声音冠军都是不败战绩 而弹增尼玛在导师队内battle中输给了康述龙 在参加中国好声音之前 也参加了其他音乐综艺 算是回锅肉 但是弹增尼玛凭着实力获得了冠军 也打破了两个定律 于是中国好声音定律有了变化 从好声音冠军都是不败战绩 变成了好声音冠军不能输外战 即不能输由专业评审决定输赢的比赛 除了弹增尼玛 另一个打破好声音定律的学员是单一纯 单一纯在好声音保持了不败战绩 但是他始终没有签约中国好声音制作公司的兄弟公司梦想强音 而之前所有好声音冠军都签约了梦想强音 于是在单一纯获得冠军后 好声音定律有了变化 从必须签约梦想强音变成了参加好声音之前不能签约其他公司 因此在弹增尼玛 单一纯之后 中国好声音定律还有三个 分别是好声音冠军不能输外战 好声音冠军在参加中国好声音之前不能签约其他公司 好声音冠军从第三季开始都是内地导师教导的学员 港台导师几乎不可能获得冠军导师 可是五颗月夺冠后把这些定律全部打破 五颗月在导师对决阶段输给了谭轩远 他是输了外战的学员 五颗月在参加中国好声音之前已经签约了公司 在五颗月的微博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五颗月的公司是深圳市火石演绎 五颗月的导师是李克勤 而李克勤是港台导师 于是当五颗月获得冠军后 这些定律都不复存在 中国好声音目前只有一个定律还未打破 那就是每支战队必有一位学员进入总决赛 因此五颗月获得冠军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证明了中国好声音没有一成不变的定律 只要你的实力够强观众员够好 就可以获得冠军 不会被任何定律所约束 当然中国好声音只是起点 五颗月获得冠军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大湾区很火 希望五颗月介入这一点 早早发行自己的粤语单曲 成为下个发展很好的好声音冠军 也希望作为五颗月的导师 李克勤可以顺利为五颗月量身定制一首粤语歌 让五颗月发展更加顺利 百花旗绽放 湾区明月升 最终来自克勤战队的大湾区选手五颗月夺冠 网猴选手王静文第二 实力唱将陈文飞第三 这个结局有没有符合观众们的心理预期 他是你心里的那个冠军吗 湾区桂冠果然是他 粤语歌曲首次成功问鼎好声音舞台 这一届好声音舞台 与其说是五颗月将粤语歌曲进行到底才能夺冠 不如说是克勤老师的运筹帷幄之胜 克勤老师第一次担任好声音导师 实力无庸置疑 选曲改编都非常棒 五颗月则成功演绎了克勤老师给他挑选的经典名曲 从漫出沙滑的寂静四座 到飘雪的感动之人 再到最后的挚爱传承经典 是勇气更是实力 毕竟在好声音舞台 粤语歌曲毕竟没有一次走到最后 当然也许是大湾区的红利也有一定的帮助 我觉得五颗课赢得实至名归 非诚遗憾 必将成为不少观众的痛 其实我很喜欢陈文飞 他独特的风格和声线 在应对各种风格的歌曲都游刃有余 廖昌永老师也是巅峰神王的存在 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输给台风比他弱得多 不具自信的王静文 以为他会获得第二 这样心里会舒服一些 这也是对廖老师的不尊重吧 感觉节目组有点 嗯 反正心里的第二就是飞飞 原创是否胜过经典 非也 这届好声音舞台 涌现了很多原创歌手 以及原创歌曲 以王静文为代表的歌手 也将原创歌曲进行到底 但最终为何落败又为何能拿到第二 论台风论声线 王静文甚至比不沃陈文飞 那是什么让他打败陈文飞 想必是网红直播流量 以及快餐式的原创 符合当下快节奏的生活 多听几遍 我发现这些所谓的原创歌曲 在王静文吼中唱来 居然没有任何感觉 反而经典歌曲越听越有感觉 究竟是为什么 经典歌曲终究是经典歌曲 快制人口的歌曲 已经经过时间的沉淀 只需有人将它再次传承 王静文的原创不是说它不好 而是我感觉 它传播的能量不是非常的好 听得多了 感觉都是在抱怨生活 而且歌曲没有什么旋律 走到总决赛 也许是节目组安排的效果罢了 十年经典终将需要改变 好声音这个节目每一年都看 我觉得如果不换个模式 或者加入新的元素 这个节目就会没有期待了 今年的直播吧 说句真的 比以往好了一点点 但是音质效果还是不行 包括选手的心理素质 现场设备等 这些应该在总决赛的舞台 给观众最好的表现才对 音乐一直是大众最热爱的娱乐 它比那些乱七八糟的慢综艺好得多 希望好声音的舞台 能多想想如何发展这个舞台 给观众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谢谢大家 咱们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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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吻